今天上午在嘉義縣太保市一處交叉路口 發生了救護車和救護車碰撞車禍 那麼當時一輛救護車在執行時候通過了紅燈路口 但是一輛救護車一次沒有聽到鳴笛聲 繼續往前執行 就當場跟救護車發生碰撞 這輛輛車翻了180度 呈現了四輪朝天狀態 也幸好車上民眾只受到輕傷 傷勢沒有大礙 傷氣就是原因還要再釐清 救護車載送病患 經過紅燈路口的時候 與綠燈執行的轎車發生碰撞 強大的撞擊力導致轎車被撞翻滑行 四輪朝天 嘉義縣太保市加四十九線 與縣道一六八線交叉口 靠近太保國小 二十八號早上十點多 一輛救護車當時正在執行 結果一輛轎車疑似是沒有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聲 看到綠燈就往前開 因此與救護車發生碰撞 整輛車當場翻覆 救護車左側車頭凹陷 當時坐在車裡的病患 僅其改由其他分隊送醫救治 本件交通事故 共造成 事源民眾受傷 那均輕傷 幸好轎車上的民眾沒有大礙 被撞的救護車人員 出現輕微的暈眩現象 警方事後到場處理 確認雙方都沒有酒駕的情形 不過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有再進一步調查釐清 接著蘇廷張卓榮嘉義報道